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宝妈妈应该用温柔不强迫的方式引导她 慢慢的建立跟孩子的共读节奏 若是强迫孩子接受宝宝妈妈的共读模式 或者是习惯的话 反而容易造成孩子的反感哦 此外大人也应该忍住自己的急迫 多多欣赏孩子的表现 当宝宝可以自己翻书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投影肯定的眼神 让他们觉得自己好棒棒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